你提到亚马逊破顶 有观众问我好像美股有些股份 例如香港科技股其实偏弱 但其实美股有些科技股 都一直在做好 好像亚马逊那样高 但又好像贵 其实应不应该说 现在转车买美股的科技股 会不会太迟呢? 其实如果你说贵不贵 其实我会这样说 看看增长会不会很夸张 如果用整体来计 其实我们应该由几个月前开始看到 DN不贵 即是成熟市场不贵 纵使我们可能看到 指数好像升了不少 但如果我们用这些预测市盈率去看 其实成熟市场 我们也不会觉得 现在是一个极端贵的市场 只会觉得相对贵 但其实最神奇的东西 仍然比亚洲更便宜 当然刚才虽然特别提到亚马逊 亚马逊这段时间 我们自己也有加仓 但其实有些个别的消息 始终是因为之前 美国国防部的 把Microsoft拿开了 这就变成了大家的憧憬 会不会之后的合作 会放在亚马逊 那变成是有少少 你看到三日前 有一支大元族打破了顶 我会觉得短期的资金 又会追求Momentum 如果参考之前的 一些Microsoft曾经的事件 就是当市场觉得 有机会拿到一些政府合约和合同之后 股价就慢慢开始 我们所说的浪就开始起了 我觉得市场上的短线 是有这样的资金在追逐中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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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